北京时间10月16号上午,在美国进行的机场令人关注的职业拳力比赛,首先是去年11月输给阿瓦雷兹的普兰特复苏,30岁的普兰特在年龄上占有明显优势,相反38岁的迪雷尔已经过了巅峰期,大战前几个回合,普兰特控制了节奏,不过随着比赛深入,场上形势显现出了胶着状态, 形势仍然不够明朗,普兰特只是稍稍领先,第九回合距离结束还剩几秒钟时,普兰特在对攻中抓住了机会,左勾拳命中了迪雷尔的下巴,迪雷尔被打得当场休克,无力再战,这个击倒非常震撼,不少人觉得很可能入选今年的最佳击倒。 令人关注的第二场比赛是135磅轻量级不可争议的拳王战,由德文哈尼对阵小乔治坎波索斯二番战, 有梅维色复制品之称的未免冠军哈尼在与坎波索斯一番战中点数胜出,改写了历史,由于二人签了二番战协议,所以复赛必须上瘾,坎波索斯深知拼技术根本不是哈尼的对手, 所以二番战他在进攻方面更加积极,企图压制对手,由奈哈尼太聪明太油滑了,同时充分利用了坎波索斯急躁的心态,凭借反击迎击屡屡得分。 从第二回合开始,哈尼的命中数遥遥领先于对手,而坎波索斯展示了强大的抗击打能力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不过除此之外乏善可陈,最终双方击战全场, 哈尼以一个119比109和两个118比110的一致比分胜出。 据ESPN报道,哈尼接下来可能迎战瓦西里·诺马琴科,因为两人同属于推广人鲍布·阿罗姆麦麒麒麒下, 撮合起来比较容易,如果哈尼对阵诺马琴科,比赛的基础含量将是无异伦比。 最令人关注的就是青铜轰炸机威尔德的付出, 比赛开始后,双方拳手非常谨慎,第一回合前半程, 维尔德几乎一拳未出,更多的是在全场游走, 反倒是赫伦纽斯多多逼人,维尔德的表现令人意外有点失望。 就在第一回合即将结束时, 赫伦纽斯把维尔德逼到拳脚附近, 维尔德趁势打出一记精准的右手拳迎击, 赫伦纽斯硬生倒地,裁判观察后直接挥手终止了比赛。 赫伦纽斯被击倒之后,昏迷了数分钟之久。 此战是维尔德自2019年11月输给弗里后的首场比赛, 这次秒杀宣告了,人们熟悉的青铜轰炸机又回来了。 有消息称,他的下一站对手可能是小安迪·鲁伊兹, 或者是刚击败约苏亚的乌西克。 至于,坚军动 순质疑来运渐团肽明越緊越加小强弹。 之后,击乎撒得更为了吟度, 第二次贻判许多长大糟里以开始犯eras升。 直接上去